好 蒋家第四代蒋友卿 日前返台出席表哥的婚礼 被拍到了跟一个长腿辣妹 感情好到共抽一根烟 那么昨天他的大哥蒋友博 出席的活动就被问到了 弟弟的感情问题 一向走酷酷路线的蒋友博 这次难得提下脚步来 他接受了访问 他坦诚见过这个女生两次面 但是并不熟 记者就追问他 胸这个长胸如腹 难道蒋友卿不会跟你分享感情事吗 蒋友博倒是笑笑的说 只有在钱的方面才是长胸如腹呢 我们今天的神秘嘉宾 原本要当个低调的神秘嘉宾 没想到弟弟的感情事 让蒋友博想闪都闪不掉 我不知道耶 我跟你讲实话 了解多少 真的很少耶 真的非常少 大部分路上大概撞到看到 连叫什么我都不知道 经过几次了 一两次而已吧 可以形容一下他的样子吗 我真的就是这样走过 真的我没有指定 不尽责的兄长抱歉 长胸如腹他不会跟你讨论 这个方面的事情吗 长胸如腹只有在钱的方面 其他地方都没有吧 讲起家务事 蒋友博难得开起自己玩笑 只是长腿辣妹叫啥名 和蒋友卿是否在交往 大哥似乎都是状况外 但两个人感情好到 共抽一根烟 关系难免被做文章 那你看他抽烟有惊讶吗 我有抽烟啊 所以不会想要劝责 只要还合法的话还OK吗 自己有自己的决定 不要打压抽烟的人 打哈哈不着痕迹转话题 只是蒋友博难得温和的谈八卦 很令人讶异 主动停下脚步有问必答 离开前举隔空再说抱歉 等候已久 蒋友博这个座长兄的姿态放软 保护弟弟的感情隐私 这任软出界维宣角组 台北采访播放